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 几率范围中的排列的部分 首先我要介绍教学的目标 在排列的部分 我们要希望同学能够认识排列 有关于它的基本的概念 及其乘法原理 那么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遇到了排列问题 能够分析提醒 然后使用解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再过来在态度的部分 我们希望不要怕数学算式 因为排列我们要做一些计算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积极的发问 然后参与学习的活动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在教学大纲的部分 要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介绍的内容 首先在排列的部分 先介绍加法原理 还有乘法原理 再来呢 要介绍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 叫做阶层的观念 在排列的部分 我们还要介绍直线排列 环状排列 不尽相同的排列 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变化的题目 那么我们还做个例子 好 我们首先来介绍加法原理 其实在排列的部分 我们也不用去记一些什么 所谓的一些公式 按照我们的逻辑思考就可以了 假设说我们要完成一件事 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加法原理 有K的方式 那么第一个方式又有M种选择 那么请问一下 完成这个方法有多少呢 它这个意思是说 这是加法的话呢 我们就像是路径一样 我们由A到B 有这个方向 这是什么呢 假设是搭公车 这是铁路 这是飞机 那么在公路的部分 它有三种 铁路的部分有两种 这飞机的方便有两种 那么总共有几种呢 只是加起来而已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直觉 也就是说 它直接把它所有的方法 给它加起来 这样子就叫做加法原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举一个实例 由台北到高雄 有两班高铁 这边是台北 这边是高雄 好了 那现在的话呢 有两班的高铁 三班的火车 两班高铁 三班火车 或者是五班 五种客运 可以选择 这是两种 这是三种 这是五种 那总共有几种呢 当然就是 二加三加五 可以得到 十种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 乘法原理 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 怎么说呢 来我们看看内容 我们经过了 K个步骤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由 这里 到这里 经过了 第一段 第二段 好 假设这样子好了 这边 这边到这边 我们由 由 A 到B 中间 我们要先经过了 这一段 这有几种呢 假设这有 M1种 经过这边的话呢 有几种呢 有M2种 那么我们到这边来呢 有M3种 那么我们请问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 总共有几种选择 我们可以走这边 也可以走这边 那这边有几种 这边有几种 所以是 怎么做呢 全部把它 乘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乘法原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了解它的意义 就比较重要 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 画树状图 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比较容易 接受这样的观念 就是一段 一段 一段 有分段的 我们就 用乘法原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就比较容易 我们要再介绍 这个排列或组合的 这部分的时候 尽量的采用的是 就是生活上的实力 然后让同学的话呢 能够比较容易 能够应用 来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有一个餐厅里面 有五种前菜 八种主餐 六种副餐 一共有三个过程 那现在的话呢 假设我们的话呢 只要点一个套餐 都会有三种 就是一个前菜 一个主餐 一个副餐 请问一下 你有几种选法 那么 这个就要用什么方法呢 就要用的是 乘法原理 前菜有五种 所以我们有五个选择 八种个主餐 我们是不是有八种选择 这是第二段 负餐呢 六 所以它有 两百四十种 不同的选法 这种的话呢 就是 呃 惩法原理的一个应用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在 惩法原理之中 常常用到的 叫做 阶层 这个符号 同学要知道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惊叹的号 n阶层是代表是什么 全部都是乘在一起 连乘积 就是 n n-1 n-2 一直乘乘乘乘到1 这叫做n的阶层 这个增长得非常的快 比如说 3的阶层 是等于 3乘2乘1 就等于6 那么4的阶层呢 4 3 2 1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4乘上3的阶层 所以等于24 那么5的阶层呢 就是等于5乘上4的阶层 是等于120 这个阶层的话呢 增长的是 这边增长一点点 这边增长得非常的快 那6阶层 同学都知道了 6阶层是多少呢 变成720 增长得非常的快 这个n阶层 在我们的计算上面来说 非常常用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直线排列 直线排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由n个不同的 n个不同的物件之中 选出了 全部都抓住过来 排成一列 有几种排法 那么我们来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去看这个题目 我们就像是 有n个人 来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 比如说 这边有乙子 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123456 加上6个人好了 有家 乙 丙 丁 物 己 这边有6个人 请问一下 第一个位置有几种选法 有6种选法 这个呢 这只有5种选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们是位置去抓人 有6个选法 一旦做定了以后 现在只剩下几个人可以选了 只剩下5个人可以选了 这次有几个人可以选 4个 3个 2个 1个 所以这个地方啊 我们拿来做排列的话呢 直线的排列 就是n阶层 这个同学要知道一下 这个是所谓的直线排列的 就是最基础 也是最 就是我们最需要 最需要 最需要学习的这一部分 就是阶层的部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再往进一步的来说好了 现在我们假设 不是全部抓过来 我们是由n个里面 选出m个出来排列 那么我们的算法就是p 这是permutation n个里面选出m个 那怎么做呢 我们心里来想啊 假设的话呢 是任选m个来排列好了 那现在 现在就像是 我们去 去把n个人 放在这m个位置上面 无级 这个地方有更多更多更多 然后 第一个的话呢 有几种选法 我们就知道 假设这边有 这边有六个位置 这边有十个人 那第一个位置是不是就有十个 第二个位置有几个选法 九个 再来就八个 一直乘到几 乘到 98 7 一共要乘几个 这边要六个 所以的话呢 后面呢 后面还要有四个的话呢 是 不要乘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以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 是 十阶层 本来是 本来是十个人 可是他只有挑了六个位置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 十 减掉六 的阶层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了 十九八七 十九八七六五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排列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记得 由 n个 物件 选出m个出来排列 就是叫做 p n取m 何谓成法原理呢 我们的话呢 从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来了解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甲乙丙丁有四个小朋友 我们要把它排成一列 那么问有几种排法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想想甲乙丙丁有四个 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排在第一个 然后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同学都会以为是 四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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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实不是的 我们应该要怎么想呢 来我们来坐四个椅子 来我们来看一下顺序 四个椅子排过来了以后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来认椅子好了 现在我们就叫甲的过来 请问一下 甲有几种选择 甲一开始的时候 有四种选择 好我们就让你选 来进去吧 甲进去了 他有四种选择 那么现在我们要轮到乙 来进这个座位 问题是乙的话呢 甲一坐进去了以后 乙只剩下了三个选择 我们就让乙进去 他有三个选择 来我们看看乙到哪里去 他到这边来了 现在的话呢 还剩下两个同学的话呢 丙 我们就让丙来选 丙的话呢 请问一下 有几个选择呢 他有两个选择 那么我们就让他选一个位置吧 最后一个 丁不用说了 直接进去吧 因为他呢 就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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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没有 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只有一种选择 所以总共的话呢 有几种选择呢 我们的话呢 可以不需要全部乘开 我们只需要写一个 四 惊叹号 我们称为 阶层 四阶层的意思就是 四乘三乘二乘一 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要排成一列 有几种排法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四阶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乘法原理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不尽相同的 物品的排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的话呢 我们有K类 有一堆N样的东西里面 我们有分类 这叫做 第一类有M1个 第二类有M2个 一直有MK个 那么怎么做呢 假设我们要拿来排列 因为这是有一些是相同的 有些又不相同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N键排成一列的排法是这样 N阶层 各位同学 你一定是看不懂 对不对 因为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拿实例来看 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解释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方法来解释 叫做捷径的问题来解释 那么我们往下看 捷径的问题是怎么做的 就是由 由左下角 走到左上角 只能向右 只能向上 不能退后的 那么我们一共有几种走法 那么我们往下 我现在来介绍 捷径的问题 所谓捷径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话呢 由A到B之间的话呢 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的话呢 只能够往右边 只能够往上 还不能够走回头路 那么请问一下 由A到B 一共有几种走法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呢 如果说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用画的一条两条三条 这样子的话 画起来的话呢 非常的困难 其实的话呢 它可以使用的是 重复的排列的方式的观念 就可以解决 非常的容易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由A到B 它是走这个格子来说的话呢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来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一定是向右边走 各位同学看 向右边 箭头的话来说是向右走一步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想想看 从A到B 是不是一定要向右走六步 向上要走几步 四步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呢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要想 由A到B之间 这个右边的箭头 跟向上的箭头 这一共有十个 十个箭头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排列 就可以算得出来 它的总数是多少了 那么这个要怎么排列呢 我们来想想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所以的话呢 总共有十阶层成种 然后的话呢 其中的话呢 是六个是重复的 六阶层 这是四阶层 于是的话呢 我们计算的话呢 一样 只要是遇到这样的题目 我们都要用的是 对销的方式 我们先把最大的 跟它对销 这样一销掉了以后 这边是变多少呢 这边就变成 十 九 八 七 这边 这边四阶层是 四 三 二 一 一就不用写了 然后我们要用对销的方式 二四得八 三三得九 于是的话呢 三七二十一 这个的话呢 有几种走法呢 两百一十种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了解了一个重复排列的观念 我们也可以应用在简单的一些几何上面的问题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重复排列 何谓重复排列呢 就是这个排列的话呢 它是没有限制 而且的话呢 是可以重复的去使用的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我们有四星彩的话来说 有四个号码 这四个号码 让各位同学自己填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重复的 这边可以填零到几呢 到九 都可以选 那这个呢 零到九也可以选 这个不会因为前面用过了 这边就不用 它是有方向性的 而且的话呢 它也可以重复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来看 这有几个选择 这里有十个选择 这有几个选择 十个选择 这里有几个选择呢 十个 这有十个 一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地方有n个 这边是m个来重复 那么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n乘上m次就对了 n的m次方 这不是公式 也请同学不要把它背下来 因为我们要看题目 去来了解它了以后 这样的解释 出来的题目 我们才会有把握 而且才会正确 要经过各位同学的思考之后 这个答案应该原则上 只要逻辑没有错 答案就会对 那么绝对不要随便代公式 因为代公式的结果 我们根本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带对 还是带错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环状排列 环状排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 刚刚那个是 相对来说了 跟直线排列 如果说 n个里面 选出了m个 n个里面选出了m个 那么我们的排列的 直线排列的方式就是 有几种呢 n取m 有这么多种 这是直线排列 这是代表的是直线排列 如果今天是环状呢 环状跟直线有什么差别呢 这有差的 因为环状的话呢 假设这是做圆桌 这是A B C D E F G H I 好 我们把这边切断了以后 ABCDEFGHI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如果我们是从B开头 BCDEFGHI 这样子的话 你以直线排列又不一样 但是对环状排列而言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直线排列是不是多算 会比环状排列要来算的多了一点 多几倍呢 多的是它旋转 A换到这边来 如果说像这种情况 有ABCDEFGH 再从这个地方 A从这边开头 对我们而言 环状排列是一样的感觉的 所以我们这边要再除以 一个M 有M个 这边有M个成员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环状排列就相当于是做圆桌的 那么我们了解它的公式 并不代表要背公式 因为这个地方N跟M 很容易搞混 所以我们应该是 建题来拆题 所以我们建议同学的话 了解它就可以了 知道我们这边还要再除一个 旋转的一个数量 在排列的问题之中 在学习的范围是最基础最基础的部分 排列的问题的话 我们在这边的话有介绍了 直线 环状 还有重复的 重复的 还有不尽相同 像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 在遇到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学习上面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学会 我们在学习的学习